不长不远的一段路 茉莉轻轻松松地将寒江雪给抱回屋 除了先前故意逗了灯的丫头之外 倒也没有再去祸害她 把她抱到床上 替其盖好被子 让她好好地睡上一觉 而她自己 则正好可以趁这段功夫 去处理些事情 等雪儿醒了之后 一并一碗午膳 收拾一下去别院 拜见舅舅与舅母 你不先补个觉再忙吗 寒江雪见茉莉要离开 不由得有些担心 茉莉昨晚上 可是比她睡得还少呢 她甚至怀疑那家伙 几乎一夜没睡 因为自己睡着的 那半个多时辰里 隐隐地总是感觉到 她专注的目光 不用了 我这会儿精神好着呢 一点都不困 你抓紧功夫睡吧 午膳时 我就会回来的 茉莉俯身 亲了亲她 知道 含江雪是担心她身体状况 因此又笑着保证道 放心吧 我自己身体 自己会照看好的 却不会让你担心的 听到这话 含江雪没有在说什么 微微地点了点头 莫离性子 她是清楚的 既然她自己都觉得没问题 那么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直到看着 含江雪听话地闭上眼睛 莫离这才轻轻地出了屋子 等她走后 含江雪更加困得不行 迷迷糊糊的 没会儿功夫 便进入梦乡了 屋子里头 安静得很 两个丫鬟 都退到外间待着 免得打扰的 含江雪 说起来 有件事 含江雪还不太清楚 打昨日到今天 她基本上 都和莫离在一起 这会儿 又直接睡了 根本来不及熟悉自己 所居住的环境 以及 他们院子里头 服侍的别的人 成亲之前 这院子便是莫离所住的 不过 为了迎接新婚 院子重新扩建一番 比起以前 大了很多 而原本的服侍下人 基本都没变 之前莫离屋子里头 本来没什么 贴身丫鬟服侍的 一些近身之事 都是由随从 小五和小六 一并给做了 不管是 从安全上着想 还是 习惯上来说 莫离都不喜欢 让别的 不相干的人 近身 含将雪一直布置这一点 如果知道的话 不得乐成什么样呢 所以如今 他们的院子 水儿和紫月 自然地顶了缺 成了这院里头的大丫鬟 不过也只是 专门服侍 是含将雪的 莫离那边 根本不用他们管 他们跟在寒假时 没有太大的区别 含将雪这一觉 睡得很久 直到莫离忙完事情 回来了 都还没有醒过来 健壮 莫离也不着急 叫醒的丫头 等饭菜热了两回之后 含将雪 才睡到自然醒 看见含将雪醒过来之后 水儿这才笑着 转进来布膳 补了这一觉之后 自家小姐精神 明显好得很 醒来之后 看见莫离回来了 满脸都是满足的笑意 事情都忙完了 洗身之后 收拾一番 他们很快一起坐在桌前 准备用膳 手头上的 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不过眼下很快 就要准备出征了 所以随时 会有别的新的事情 放心便是了 一切我心中有数 会安排妥当的 莫离拿起碗筷 亲自给含将雪 布膳食 没有让两个丫头 留下服饰 二人边说边用膳 没有任何打扰 这样的相处方式 在她看来 是最温馨的 听到莫离提起 出征的事 韩将雪手中筷子 顿时停下 说道 具体出征之日 已经定下了吗 她的心中 有些不太舒服 他们这才刚刚成心 可莫离马上 就要和自己分离了 去带兵打仗 对任何一个妻子来说 心中都会不舍 和担心的 定下来了 五日之后 便是出征之日 这几天 还得再筹几批粮草 刚才出去 主要就是处理此事 莫离知道 韩将雪 心中想法 因此索性 什么都不隐瞒 不让这个丫头 心中带着那么多的 未知和不解 粮草这个事情 不是朝廷 应该提前准备的吗 怎么还要让你 自己筹集呢 韩将雪当下 便想到李清 心中估计 是李清 故以为之的 莫离倒是淡定得很 没有半思愤怒 平静说道 朝廷 只拨了一部分 根本不够 剩下的说事 到时候 让所经之地 官员们 帮忙去筹集 那不过是一句话 当不得真的 我带人出征 将士们张嘴吃饭 自是找我 所以必须提前 自己将粮草 给筹备齐全才行 如此一来 不是郑重了 皇上下怀吗 韩将雪 纷纷纷不平的 无所谓了 反正到最后 这些军粮 我也不会白出的 莫离笑了笑 安抚着 韩将雪情绪 好了 这些 我自有安排 你也不必担心 你夫君我 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 老是被人算计 总吃亏的吧 那倒也是 听到这话 韩将雪又乐了 莫离哪是那种人了 因此 她便散去恼火 吃起饭来 吃完饭 李约定去见 舅舅舅母的时间 还有一会儿功夫 莫离也不急 拉着韩将雪 又去边的榻上 稍作休息 闲聊中 莫离提到 三日之后的回门 说是 已经安排好了 自会陪着韩将雪 一并回韩家的 不过因为 很快要出征的关系 所以不能在韩家久留 至于韩段出宫的事 她已经交代袁先生 让其尽快做好安排 想办法 让端儿 莫再留在宫中 省得后患无穷 这些 都是韩将雪 还不曾主动和她提的 可莫离 却提前地早早想到 并且已经着手 开始打算 开始安排 听到这些 韩将雪说不敢动 那是假的 真不知自己这一世 怎么会有 如此好的运气 竟会碰到 这么一个莫离 这样的莫离 可以不顾一切地 对她好 这样的莫离 可以爱乌及乌 为她不顾一切 谢谢 千言万语 到最后 也只能化作 一声谢谢 韩将雪 心中动容 索性 也不说太多 记着莫离 对自己这些好 那就行了 从此之后 他们的人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傻丫头 我们之间 永远不需要 说谢谢 莫离含笑 将韩将雪 露在怀中 因为有你 我的人生 才变得完成 如果非要谢的话 谢谢你出现 在我的生命中 谢谢你选择我 相信我 嫁给我 爱我 莫离这么多年 对韩将雪 所说情话 屈指可数 可有些话是 发自内心的 不需要刻意 思考和讨好 顺于心 忠于意 情之一字 自然地 能挥散出来 韩将雪 觉得自己 已经醉了 而此时此刻 醉了的 又何止 韩将雪 一个呢 连同 莫离 还有院子 甚至整个 莫王府 此时此刻 都醉在这一片 真情真意中 一直到时辰 差不多了 除了莫王府 二人同乘马车 一行人马 往南城别院 走过去 走着半道上 韩将雪 才发现 自己似乎 什么东西 都没准备 毕竟要见的 是莫离 亲舅舅 亲舅母 总不至于 空着手脚 一点表示 都没有吧 匆忙提及 被莫离 给笑话一通 这小丫头 平日聪明劲 也不知道 一下子跑哪去了 新媳妇 见长辈 怎么用得着 给长辈准备礼物呢 带着心意 去敬茶便是 按规矩 那是长辈 要给她礼物才是呢 这么一件 普通寻常的事 这丫头一下子 却慌了神 不过 以正义如此 莫离 才愈发地开怀 她心中清楚 这都是因为雪儿 太过重视她 所以才会重视 她所重视的人 因为在意 所以总担心自己 做得不够好 总怕会显得 不够正视 雪儿 你太紧张了 一会儿看见他们 你把他们 当成自家人一般 他们才会感觉 开心 亲近 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喜欢你的 因为你是 他们外甥的妻子 是他们外甥 所钟爱的人 拍了拍 寒江雪脑袋 莫离笑得很是温手 一言一语 都在跟那个傻丫头 打着气 寒江雪 也不是矫情的人 听见这番话之后 当下那么一次 小心结 也很快解开了 一笑之后 脑袋比先前倒是 灵活好时多了 对了 有个事差点 忘记跟你说了 也算不得是 完全忘记 还有一半的原因是 没有找到什么 合适机会 和莫离提及此事 这会儿 她把外公 谈笑的兵马仪式 和莫离说了一遍 听到这个消息 莫离也是很意外的 不曾想 谭家对她竟如此信任 将兵符 给雪儿做陪嫁 实际上就是 把整个谭家军的调动权 交到她的手上 外公以往 却从没在此事态度上 表露过什么 但如今做法 却是一种最好的信任 和权力支持 说实话 兵符不过是死物 有谭靖在 谭家人在 谭家军便永远不可能 成为他们的敌对 只不过 外公他们 以如此方式 最坚定表明立场 一旦发生任何冲突 谭家和背后整个谭家军 都站在他们的身后 成为他们最忠诚的后盾 等你回门之后 我们再一并 去趟你外公家 莫离心中 很是感激 兵符 你先保管就是 日后到了 合适机会 咱们再一并 还好无损地 还给外公 还给谭家 嗯 我听你的 韩江雪 天天一笑 见茉莉没有拒绝 而是接受那份心意 高兴地放下心来 片刻之后 她再一次 巧笑倩息地 朝茉莉问道 出征打仗 可有带家眷一起的先例呢 听到这一话 茉莉目光一闪 自时马上猜出心思 不过 却摇了摇头道 其他国家不提 其他朝代也不提 东明开国至今 却从没出现过 当女家眷 出征上战场的先例呢 不过是轻巧些乱军 而且 你早就心中有数了 都是有选择性地征讨的 作战难度 应该不算大吧 危险性相对来说 也小得多 身为主帅 只要不影响战事 那就成 带不带家眷 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寒江学校的 愈发讨好起来 而后 索性 也不拐弯抹角的 直接说道 莫里 你带我一起去吧 我又不进军营 军队驻扎在哪儿 我就在离那儿最近的城镇里 待着便是 这样一来 他们就离得更近了 时不时的还可以见见 也不至于压根不知归期 不知等多久才能相见 那可不行 征战之地 除了战场之外 最危险的便是 离战地最近的地方 你待在城镇里面 我哪里可能放心呢 再说了 就让敌军探查到你的消息 你的行踪的话 那么 必定对你不利的 从而来牵制阵亡 到时候 就算派再多人在你身边保护 也只会让你行踪 越容易暴露 这无疑是把你 往危险的火坑里推药 听到这话 寒枪雪 下一次闭上嘴 不再多说什么 她不是没脑子的人 自然知道莫离 所言不虚 所以 虽然她心中很是失望 很是不快 但也明白 跟着出征一事 不是那么简单的 更不是儿戏 莫离就算再疼她 爱她 放不下她 也不会因此 而无限制纵容她 所以一开始 她只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 问一问罢了 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可哪怕一开始 没抱什么希望 这一会儿 清耳听见不行 被莫离当面拒绝 这心中还是有一些 不是滋味 看到情绪 瞬间滴落的寒浆雪 莫离的心 也不由地 跟着紧起来 雪儿 你生气了 她拉着 韩江雪的手 脸和脸 凑得很近 一眨不眨地 盯着她小妻子看 这才刚刚新婚 必要面临 长时间分别 莫说一个女子 就是 她这所谓的 堂堂男儿 也是根本 不情愿的 才没有呢 我哪是那种 不讲道理的人 韩江雪抬眼 看着莫离 可心中 终究是 有些不痛快 微微地 往后逼了逼 她也不知 自己 到底 为什么不痛快 明明莫离 什么错也没有 而且处处都是 为她着想的 可她心中 就是不爽 还说没有 这已经 写在脸上了 莫离笑起来 没有在意 韩江雪的回避 在她看来 此刻 暗自生闷气的 小妻子 鲜活无比 比任何时候 都要可爱有趣 剑被揭穿了 韩江雪索性 也不再掩饰 嘴里哼哼两声 然后说道 我生自己的气不行吗 我要是男的就好了 那就直接的 和你上战场 那里用的招 在这边生闷气 这话一出 莫离更是乐不可知的 恋恋摇着头道 哈哈 那可不行 你要是男的 我娶谁去啊 你呀 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妻子就行了 别成天胡思乱想的 韩江雪见状 更加乐不起来了 看到韩江雪这副神情 莫离这才有些慌了 一是韩江雪 是真的动气了 赶紧打住笑 一把板拉过来 好声说道 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 是我不对 都是我不对 好不好 也罢 既然你想去 那就跟着去吧 不过不能按你说的 住什么别的地方 必须一刻不离 跟在我身边 这样我才能够 安安心心的 听到这一话 韩江雪 那还顾得上什么生气 顿时睁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可以让我直接随你 入住军营 跟在你身旁 莫离笑着点头 认可了 韩江雪的疑问 你不是说 自东明开国以来 都没有带家眷出征一事吗 要不 我换圣男装 扮成你的近身侍卫 怎么样 韩江雪简直是欣喜若狂 反问过后 当下自行提议道 不必欢庄 我莫离就是要光明正大的 带着妻子以柄征战 不管任何人的事情 谁都管不着 莫离霸道宣布着 眼中没有丝毫地迟疑 这个惊喜太突然了 让韩江雪恨不得 马上跳起来 大声欢呼 只可惜这会儿 在马车上 他的夫君 果然就是威武霸气 今天这个事情 这样的决定 都可以如此果断直接 如此和他心意 兴奋好一会儿之后 韩江雪看着莫离神情 才发现 这个家伙先前 说这不行那不行的 何着是故意逗他玩的 好呀 我算看明白了 你刚才分明是 在故意耍我 这不行那不行的 让我着急是不是 他嘟着嘴 做出一副恶婆娘的气势 你这是故意欺负我 实在是太可恶了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以后不敢了 行不行 雪儿 你就看在为父为了你 连军规都破了的份上 少过为父这一回吧 这时韩江雪 倒突然间震涩起来 坐在那儿 认真地 乘莫离问道 你之所以会同意 带我一并出征 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韩江雪对莫离 还是极为了解的 如果 没有比较特殊的原因的话 就算这个家伙心中 同样不愿和自己分离 但应该也不至于 无缘无故的 只为了满足自己私心 而毫无底线和原则 但是我还不敢了 我还不想要 我还不敢了